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反弹的幅度收窄 并且这个成交也减少 最终收报35279点 涨了0.32% 深圳商林零是互生商林零收报5187点 涨了0.05% 那穿越板纸回吐了一定的昨天的一个升幅 跌0.73% 收报3090点 那两市成交今天是比较低的 只有7529亿 昨天是9300亿 那今天这个港资呢 这个关闭 这个0流入 那户指数量这个回升呢 主要是在石油股跟黄金股的一个支持带动下面 那旁边上呢 国防军工 数优实化 综合跟综合金融股领涨 那领跌板块呢 是医药板块里的这个疫苗股呢 今天跌幅比较大 另外呢 建材股呢 跌幅也是领先 那电力设备新能源呢 像这个光伏啊 风电啊 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相关的标的呢 今天这个跌幅还是相较靠前的 回吐了昨天的一些这个升幅啊 这个调整 那农林牧鱼股呢 也是跌幅靠前 那领涨板块里面呢 像一些有设板块啊 这个黄金啊 像一些鲤矿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标的呢 啊 还是相对来说呢 涨幅靠前的 那这里面呢 说一下这个国防军工啊 国防军工有一些这个啊 这个券商啊 这个报告呢 继续啊 再看多这个板块的景气度高 啊 那么认为呢 近期的一些业绩啊 低增长呢 是个月情况啊 那么也是一些偶然性啊 那照我来看的话呢 这个板块呢 应该还是啊 估值偏高 那今年呢 一些大的啊 像航发动 控动力这些呢 给的指引呢 也是比较谨慎啊 所以呢 啊 除非试况呢 明显改善 要不然呢 这个板块的一个反弹啊 这个空间有限 那么另外呢 可能近期呢 在中东呢 巴以方面的一个军事冲突呢 也会挑动的这个避险情绪 炒一炒这个军中股 军工股啊 啊 那石油石化板块呢 啊 这里面一些啊 油股呢 今天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啊 这个上涨 那也是跟随这个国际油价呢 在啊 这个回升 那国际油价呢 一方面受这个经济复苏了 另外一方面呢 中东最近这个战势啊 连连呢 也是挑动的这个供应的一个担忧啊 那中和跟中和金融呢 啊 这个就没什么提起特别的 那像呢 近期 这个叶飞事件呢 啊 这个市值管理 啊 这个伪市值管理的一些这个概念股啊 啊 概念股呢 今天这个跌幅啊 啊 有一定的一个缓和啊 但是呢 啊 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呢 应该是会继续其 啊 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机会 好 那市场呢 今天涨跌互半吧 啊 那呃 应该看到呢 这个通胀的忧虑呢 依然是存在的啊 市场的数量上扬 那隔夜呢 外围啊 这个美联储一个这个副 这个官员呢 就提到啊 不会呢 那么快考虑啊 降低这个啊 这个供债规模啊 但是呢 这个市场呢 还是反弹之后有一个转弱啊 好 那接下来关注一下 礼拜 应该礼拜五的时候呢 啊 美联储有一个前期的一个机会啊 有一个纪要 会议纪要会出来啊 可能留意一下呢 有没有对一些通胀的啊 这个表述啊 那其他的啊 有没有特别就前几天呢 这个啊 中国十月份经济数据表现呢 也是比较转了 一季度呢 这个经济也比较转 但这一块呢 可能就啊 另后面呢 这个流动性的缩紧呢 不至于说有啊 这种缩紧的担忧啊 那另外呢 就降温这个通胀预期呢 与流动性退出啊 这个市场呢 还是出现一个相互的一个平衡的状态 那总体呢 向上啊 空间啊 目前是看似乎有限啊 向下的话呢 还是比较容易一点啊 那呃 这一块这个疫情来讲呢 今天像台湾的一些股市啊 有一个回啊 有一个反弹了 那可能也啊 利好呢 一些亚太区的啊 一些股市的一个表现啊 那接下来呢 美国还有一个十年的一个通胀 这个保值相关联的这个国债拍卖 那看一看呢 市场对美债的一个态度啊 近期呢 呃 像日本啊 中国啊 很多这个主要的美债持有者呢 都在抛这个美债啊 那这个抛美债呢 像今年一月份 二月份呢 把美债抛着抛着呢 这个债息也抛了上来啊 那可能对市场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冲击影响 所以这一块呢 也是要担忧 要这个警惕一下 那呃 这个啊 这个通胀预期啊 那我们看下一版吧 那像今天的这个疫苗股呢 跌幅靠前呢 像这个啊 疫苗跟BioTech呢 合作啊 要开这个子公司的复兴医药呢 股价今天调整了8.33% 啊 适应率呢 41.6倍 那像这个自飞生物呢 也是有一个在研的疫苗 今天回落呢 4% 像康泰生物呢 跌6.57%啊 那拜登呢 这个啊 宣布呢 向全球分享的2000万剂啊 美国授权的新冠疫苗 那这个呢 啊 让市场推测呢 接下来美国呢 将会推进了美国的一个疫苗外交 那这个呢 还是比较担心的后面 啊 关于这个美国啊 啊 疫苗的这种受 专利授权的一个放开啊 啊 的一种担忧啊 那降温了这个炒作啊 疫苗股呢 加上有一个获利兑现啊 那但是呢 这些标的里面啊 有一些呢 是像复兴医药 有一些主营呢 还是跟一些化药有关的 防治药有关的 那今年一季度呢 一个是业绩也存在低技术的一个回暖期 另外是一些新产品的一个投放市场 加上呢 这个带量采购负面影响呢 逐渐的一个退出啊 啊 那应该说这一块就是业绩方面还有一个支持 那这个板块里面我看好了三大标的呢 一个就是复兴 一个呢 是制飞生物啊 这个长生高兴 这后面两个呢 还有比较大的一些啊 属于消费性的一个疫苗啊 的一个属性啊 好 那再来讲一下黄金股 那国际金价呢 连日是回升 现在呢 是逼近这个1900美元盎司 啊 那像股票来讲呢 呃 上纸金矿业涨了2.45%啊 这个上东黄金呢 涨1.32% 那涨幅比较大的就是像银泰啊 啊 这个赤 银泰黄金呢 涨3.3% 3.1% 不过呢 今天这个股价涨幅呢 有一个升幅收窄啊 啊 那这一块呢 呃 主要是跟这个国际金价啊 有一个提点反应啊 啊 那催化来看呢 这个国际金价连续一个星期涨完这1,800呢 有可能向1,900啊 去挑战 那加上呢 今天 最近呢 像比特币啊 一些虚拟货币呢 不断的走弱啊 对黄金呢 有一个正面的支持啊 那从基本面来看的话呢 主要就是这个美元呢 无限的一个QE呢 令到美元的价值啊 不断的一个走弱 那加上通胀的预期呢 啊 会削减 反而削减的这个美债实际利率的一个收益 利好黄金 那重点标定呢 我们关注这个商东黄金呢 跟这个啊 纸巾矿业后面的一个机会 那当然商东黄金一季度呢 因为啊 商东省的一些这个安全的一个检查 那一些矿啊 是没开出来 成能呢 一季度业绩出现的一个亏损 啊 一个下滑吧 那可能接下来呢 有一个复苏的一个机会 那近期也关注一下啊 商东黄金呢 在20日线方面的一个支持情况 好 那么上面提到这个股份呢 没有持有啊 那后天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 Its因为不能 margin没有了解 这个原因耶 是 tips 我嘟嘛 感谢观看